我去算命那个时候 是我大学最后一年正要毕业 可以跟你讲你回去以后 你就注意 那个人就是出现在电视上 十大枪级要犯 也会出现在电视上 其实我很少算命真的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算命的 结果呢 就是一算 他跟我讲说 与其工作不如结婚吧 那就不要弄心 很好 贵妇耶 可是问题是我去算命 那个时候是我大学最后一年 正要毕业 才大学生 对 然后我是陪朋友去 然后那是在美国 然后就一问问到我的时候 他就说 我觉得你是会结婚 我就说 他说 所以你的婚姻会比你的工作 来得更重要 在你的人生当中 然后我就想说不可能 因为我从小就是立志 要当一个职业妇女 我要做女强人 我想说我一定要是上班 我只是要问你说 我是要在美国还是要回台湾 因为没有要问婚姻这件事 对 我没有 然后他就说 你是要回台湾的啊 而且我已经知道你要嫁给谁 蛤 都还没男朋友耶 对啊 这个一般是要半夜对着镜子 按13个0 对 才看得到的事情 或者是要收割苹果啦 苹果皮不能断 不能断 断了要重来 重来 对 我知道 还是那个算命老师他单身 没有啦 你是他的菜 那个老师他看不见啦 他说看不见啦 他说看不见啦 看不见啦 然后他就跟我讲了很离奇 他跟我说 他说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住在台湾 我不知道那个人是什么样 他说可是我可以跟你讲 你回去以后 你就注意 那个人就是出现在电视上 他说那个人喔 十大枪级要犯 也会出现在电视上 我就没那么多美 凶楚楚三害有看过吧 对啊 他也是出现在电视上 我可不可以想好一点 我说他会出现在电视上 他说对 他说他会唱歌 他会演戏 他会主持 他就跟我这样讲 他说可是 也太准了 他说我知道他的名字跟生肖 唯独只有一个生肖是讲错了 名字 你也讲出来 直接讲出陈景亮 没有 他讲一讲 没有啦 很舒服 没有 他就跟我讲说姓氏 姓陈 对 姓陈 那已经很厉害了 我就觉得很厉害 可是生肖是不对 可是我是想说 很猛耶 他这样子的话 会不会是个刘德华啦 陈明啊 或者是张学友之类的 不是姓陈吗 对 姓陈 他也有艺名 陈松勇 跟松勇哥 演艺圈都给吃饭 水马影帝耶 对啊 他都姓陈的 陈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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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唱歌会演示 也很棒啊 对啊 我觉得那个算命 真的有改变我的人生 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就在工作 有影响到星期一 有 就是我一边工作 一边在看电视 因为我在当美国 没有在看电视的 对对对对 看是哪一位 然后就在说 到底是哪一个 哪一个姓陈的 哪一个 结果你也不知道 因为他用艺名啦 对啊